今天又做了扭文蛋包饭 看看是否成功 扭文蛋包饭始终要加少许油 虽然别人的油 我不想做得太准 因为重点不单是扭文蛋包饭 而是我们有台湾菠萝 还有这个木巴热的烏桂糖 好,试一下它的蛋包饭 有超多咖喱汁吃饭 接着就不太多饭 接着吃到尼口的时候 就可以吃少少台湾菠萝 又或者去到饭后的时候 这个烏鸡 烏鸡皮 蘸在咖喱汁里 又变咖喱鸡 或者咖喱烏龜 嗯 挺好吃的 看样子就好像吃完 但实际上还没吃完 看看 吃到很美味 嗯 嗯 我还要吃到冰冰 嗯 就像吃到冰 真是精神迷之一阵 好,接着看看 我通常习惯 但不是一块咖喱一块甜 我觉得很奇妙 现在试一下 嗯 嗯 你试一下,可以了 哈哈哈哈 嗯,可以了 因为呢 我觉得 三十元一包菠萝 那这里呢 就一块一块 这样 分钟更贵 一块一块 所以呢 如果我丢一些菠萝 在咖喱里 咖喱当然不贵 但我不觉得会吃得出 它的差别 就算菠萝没有差别 我都要说到它有些菠萝 那我的感觉就比较 挺嫩的 没什么菠萝 而且很甜 比粒萝 不如你说 要三十元 就真的太贵了 那你说 你要支持 那这样 多少钱都可以 对吧 对吧 那问题 这样支持 可以支持多久呢 嗯 我们可能一次 或者如果它便宜一点 那就两次了 如果不是再好一点 就是 就是 这些是economic scale的问题 如果它真的可以 将我生产线 扩大一点 那便会跌价 我记得我 初初来加拿大的时候 金菇很贵 一块 一块 现在一块 因为它在 好像不知墨西哥 那些地方 在美国的南部那里 那大量生产的 那大量生产的 那便很棒 希望我们等到这一天 去大量运来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 吃多一点 咖喱菠萝 因为咖喱 通常一次过 就转成 鬼声道 那有些菠萝 在咖喱的时候 可以多吃多几餐 也觉得 哇 很好吃